台湾台中大雅区的移动三层楼住宅 星期四发生纵火事件 一名经营五金店的杨姓男子 因为疫情肆虐而欠下大笔债务 不得不已无抵债 不料在新屋主林姓姐弟 带着律师前来处理交接手续时 杨姓男子点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 导致自己 律师和林姓姐姐当场烧死 林姓弟弟则及时跳窗逃命 但身上有40%的二度烧伤 根据报导 原屋主杨姓男子 尽管已经把房屋抵给林姓姐弟的母亲 但杨姓男子继续成租该住处 让自己的前妻和儿子居住 不过 杨姓男子欠下租金长达一年 双方更为此闹上法庭 警方表示 杨姓男子事发前 曾经拿着空桶到汽油站购买汽油 并将汽油放在屋内 因此怀疑杨姓男子预谋作案 目前已经传召杨姓男子的儿子到警局协助调查